每天10分鐘,全球資訊在其中 歡迎收看今日快訊 大家好,我是 Rick 國際新聞方面 美國當地時間 10 月 26 日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專家委員會表決 支持在緊急授權下向 5 歲至 11 歲兒童提供輝瑞新冠疫苗 當日 FDA 專家委員會以 17 票贊成, 0 票反對, 1 票棄權的結果 表決支持向 5 歲至 11 歲兒童提供輝瑞疫苗 該專家委員會認為 向該年齡層兒童提供新冠疫苗 在預防新冠肺炎方面的好處大於潛在風險 綜合泰吳士報、悉尼《神風報》報道 Netflix 漢劇《魷魚遊戲》在全球熱播 但劇中大量血腥暴力內容 令多個國家家長擔心兒童模仿 萬聖節即將來臨 外爾蘭、美國及西班牙均有多間學校已禁止學生打扮成魷魚遊戲中的角色 在美國紐約已有三間學校下達魷魚遊戲服裝禁令 其中一間高中的校長向家長致信稱 魷魚遊戲中的服裝隱含暴力信息不符合學校的服裝規定 英國白金漢宮表示 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將會遵照醫生丁族優揚 不會出席下星期在格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幾日前 英女王曾入院一晚進行初步檢查 據中新網緩引訊外媒報道 白金漢宮消息人士說 這個決定是個合理的預防措施 女王將會通過預先錄製的視頻 向COP26語會代表發表演說 日前俄羅斯最大的搜尋引擎公司Yandex宣布 已開始試驗使用機械人為俄羅斯油證投遞包裹 以推動最後一階段的投遞自動化 據中新網報道 在今次的試驗中 36個手提箱大小的機械人 將會首先從俄羅斯首都幾個地區的27個油局進行投遞 修件人可通過應用程式選擇機械人投遞